好,我們看看這條 這條就是 現在的圖片顯示了 Graph of Y 等於 A 的 X 次方 以及它的 Reflectional Image along Y-axis 首先 藍色的圖片 就是 Y 等於 A 的 X 次方 那麼 Q 就分在藍色的線上 如果它是 Reflectionalong Y-axis 的話 它出來的圖片就是紅色的圖片 而它的 Equation 就會是 Y 等於 A 的 X 次方 P 這點就分在紅色的圖片上 所以我們就可以 Let Q 這點就是 -1 等於 A 的 1 次方 因為當 X 是 1 的時候 Y 就是 A 的 1 次方 好了,P 這點又如何呢 因為它是分在紅色的圖片上 所以 X 是 1 的話 Y 就是 A 的 負 1 次方 可以嗎 負 X 次方 本來是 X 變 負 1 所以就變成負 1 等於 A 正 1 次方 現在 P 的長度是 15 over 4 所以我們就拿高一點點 即是 P 這點 Y 座標 A 減 A 的負 1 次方 等於 15 over 4 A 減 1 over A 等於 15 over 4 然後全式左右兩邊都乘一個 A 給它 然後就變成 A 減 1 等於 15 A over 4 4 A 減 4 等於 15 A 4 A 減 4 等於 15 A 4 A 減 4 等於 0 A 減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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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 那這裏就 reject 因為 Exponential Graph 的 Base 不能負數 Exponential Graph 的 Base A 不能負數 以及便宜